我看過很多電視劇 劇裡面的有錢男主角通常都會反對自己沒錢 然後去接遍自己喜歡的人 但是這個Case 有點不對 什麼事啊? 爸爸媽媽也聽過比賽 他們說幾多錢鬼 沒關係啊 我替他們付就好啦 在這個故事裡面 女主角才能有錢過一個 而且她也沒有辦法 你看我頭髮是不是又長了 你看我現在買了一個項目 我從小就很喜歡取東西吃 開餐館就是我一個大目標 雖然爸媽都想我開一家五星集了三個餐廳 但我拒絕了 因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嘗到我做的菜 欸 已經欠完了 有事做嗎 慢點吃 你看你 這樣子了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女生喜歡你 呵呵呵 我以為你為我們要找個餐廳 對 當然要去餐廳 真的要去餐廳 真的很適合我 很適合我 可能要去餐廳 那我落花牌 好安 拜拜 拜拜 媽常說要愛就要愛跟我們同樣家境的人 要不然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雞蛋仔 為什麼你那麼喜歡吃雞蛋仔啊 小時候呢 爸爸每一出糧就會買雞蛋仔給我吃 可惜啊 現在就吃不到那隻味 別這樣嘛 我只是無聊問問而已 如果你想要找這個感覺的話 我就把整個溫哥華的雞蛋仔買給你吃 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用千街的問題啊 都不關錢事 對不起 我想練習 好啊 我們去練習 我自己去就行了 上一個人靜下 要是媽說的是真的 難道我用多少錢都給不了Marcus幸福嗎 我只要不敢說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你以前喜欢的那种味道我不会做 但这份是我第一次做成功的 不嫌弃的话你尝一尝吧 我从来都没想过可以在温哥华座吃这种味道 哪个人情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